一年一度的媒体与科技高峰会 9号在阳光灿烂的爱达河州太阳谷登场 预计5天的会议堪称是媒体科技的年度盛会 过去催生了许多媒体与科技业合作结盟 而这次苹果执行库克以及副总裁库一同时现身 外界预料会中将会展开与Apple TV有关合作的谈判 也成为这次高峰会的重要看点 将近300名业界精英与会 太阳谷高峰会向来是媒体与科技业大荷门 私密的重要闭门社交活动 除了论坛与演讲也将有各项娱乐活动 不过全程禁止所有采访也更加引起外界好奇 苹果执行长库克与谈判高手苹果的副总裁库一 这回联媒出席 据传将在Apple TV的合作上出现重要动作 影音串流业者Hulu的动向 及其精手的时代华纳的授权内容谈判成为关键 除了苹果之外 Google董事长施密特 脸书创办人祖克博 以及苏尼社长平景一夫等都在宾客名单上 而媒体大亨的出席 则包括华德迪士尼执行长爱格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执行长孟维斯 和梅朵等在内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